大家好,欢迎收睇中老铁尔赛马片 我是你们个赛马速报员小马 阿肥由于食物中毒延迟港马,先由我代劳报起一下先 上一个赛日阿肥贴士的专攻一二长六甲马 阿肥贴中马坤第二长十二倍读赢去马的坚有威 也有师兄留言报起 大家看看今次阿肥又有什么深水找数码提供给大家啦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支持一下啦 有什么新片可以即时通知给大家收看 不讲那么多,直接去片 各位师兄,晚上好,欢迎收睇中老铁尔赛马片 阿肥中文一长,又来了 今次出片,是因为阿肥昨天食物中毒 今天去医院,开了药 到现在,好一点精神才拍片 上一个赛日,马坤找数码 阿肥贴了马坤去马 另外贴了那一对坚有的真是十二倍 有师兄跟阿肥贴中了 也留了言,恭喜这位师兄 直接500,QP跟了 多谢你相信阿肥 今次阿肥知道什么心水百匹 提供大家 为何阿肥直接这么有心水 就算是生病也要出两只马 或者呢? 赢港便看到了 4号的又响旗城 8号的赢家威 阿肥说到明,如果他再出 阿肥跟其一张老TV成员说到明 如果再出的,必须要跟 因为上次不赢,今次绝对去马 这两只4号和8号是六甲马 因为阿肥有一个赛日 在重阳4月26日 专攻一二场那一刻 阿肥提供了第一场 爪数码 又响旗城 和2号的极速满贯 近期六甲马 华将必定去的马坤 最后发生了什么? 2号的极速满贯 半满,18倍来说 已经赢了 大家进来看看 4号又响旗城 上一个赛日 在676 4月26日那次 极速满贯赢了赛那场 输了5个多万位 那时是报名拆棋 直接打到6.7倍 没有66格 所以上一个赛日 基本上就没怎么下注 这次大家 王牌左的换了梁家俊 133磅 跑百当 博利不信 所以这次我觉得 又响旗城 在极速满贯 已经去马情况下 今次又响旗城 肯定 必定去马 因为今个马季 今次没怎么赢过马 及五百赛事来说 千百米 真情多 第二样 这款马笔 之前在阳眉梁七旗为主 突然间 容天鹏 马房直接换了梁家俊 有信心多一点 怎样算下去 都是梁家俊 比杨明伦好 上一次 9.2倍 都没得赢 比一部门更加到6.7倍 今次 食肥了这么多 第二样东西 各位师兄 谷草 1650名赛事 撒加路程 1600米 上次 都是输马情况下 今次直接增程到1800米 更是 比梁家俊133磅 由于 慢慢 由42倍 11倍 9.2倍 到上一次6.7倍 所以阿斐觉得 去马机会最大 用天盘必需对马房 有马主意 交代 所以石油有用其成 今次来了 第一个推荐给大家 第二个推荐给大家的 就是8号 凌家俊 为什么又是 那只极充满贯事 由于 看不见到 3月22日 512谷草 1600米赛事 直至 苏绍辉择期情况下 看不见到 6.7倍 那时输了短头1 拿着僅颈2 由于 输给他 亦是极充满贯 那时凌家俊 在后面 快步上来 基本上欠叮叮码 上次忍狠 赢得贏了情况下 今次同样 看不见到 3月22日 4月12日 更紧急 上次拿了潘顿 同样 第一个仰其成 拿了部门 第二个仰其成 拿了潘顿 怕你们不觉不觉 来的情况下 肯定会大思级 太明显了 所以今次 同样 换了潘顿 直接 除雨石 找了部门 所以迎加辉 所以两个去马 都是输给极充满贯 一是就仰其成 一是就迎加辉 在这两个叮叮码碼头的马匹 所以 投场 这两个去马 6级马肯定是这 8号迎加辉 或者4号 游相其成 至于7号的赤子鸿心 由于这马匹 怎样来 谷错来说 必须相信何疾瑶 今次跑到三档 这几次赛日 全部快步速情况下 都是赢一个身位 或者输 一又二分的马区 然后 都是快步速情况下 亦都不是输得太多 所以 快放也可以 留下也可以 今次八档 直接是留下少少少 最后赢了一个马匯 报名 在二档情况下 直接快放出去 仅仅输了一又二分的马匯 所以近期这马匹 留下快放也可以 今次找了何疾瑶 所以7号的赤子鸿心 我觉得是三选 必须推荐给大家 近期大家看看 热到4.9 3.0 6.0 但仅仅是上次何疾瑶 跑到2200名赛事 足足赢了一个马匯 今次跌回到1800名赛事 加上去去去见到 在何疾瑶 没有刷期的情况下 之前被报名 在2000名赛事前 1800名赛事 仅仅输了两个马匯 或者输二分的一个马匯 今次去到谷草千万名赛事 跑回到三档内档 肯定有优势 所以三选是7号赤子鸿心 是第一场阿肥推荐给大家的 三只是六甲的胸肥马 就是4号 7号和8号 好 去到第二场的五班千万名赛事 阿肥推荐给大家的第一只马匹 是12号的 逸逸其达 为什么呢 由于今次跑的是谷草A难 谷草千万名赛事 一来已经直路 转过弯 比较窄路 所以内档 如果拍得好 非常有一个优势 今次全部都是五班 水平民赛事 A级的12号 一天奇达 如何去看看 近这几次 全部背重飞 都是输 没有赢过为主 今次马区 一开始已经是马压拆棋 仅仅25倍 差点爆冷 输一天二分一马匯 到近这几次 全部都是特别信息 今次千万名赛事 亦仅仅输两个几万位 三个几万位 不凭这马匹 基本上这马匹 拆棋了几次 肯定是必有妖怪 所以十二个几次 其实是阿斐推荐给大家的 这马匹 二档更加好 第二个马匹 阿斐在六号、八号、三号、一号 情况下 不过全部马匹 都是绿色格 亦都要抹飞过 但是特别深水的马匹 阿斐推荐给大家的 反而是八号的天天自负 为什么呢? 因为容天盤 很少可找潘顿 找潘顿的话 都是去码机会债 加上4月21号 仅仅上星期为主 在谷处千米赛事 直接找了潘顿 二档情况下 试骑过 重视了这场赛事 幸好他不是跑第一名 跑第七名 博力不相信马匹 一般般 加上近期 看一看 13倍 5.6 22倍 全部都是六甲 什么重飞情况下 都没有赢过 天天自负 这次直接找了潘顿 动以为五班千米来说 肯定去码为主 有交代 所以二选马匹 就是用天盤配潘顿 必须去码 加上能力 站起来 入到这个 统的资料 潘顿配容天盆 基本上都是一二名为主 第一名为主 所以你不要不相信 千言而言 十次都是两次亚军 只想拿一次冠军 所以天天自负 是阿肥的二选 三选马匹 就在钢斑马 在三号的创奇迹 以及飞藤追 去选 阿肥最后出给大家 就是这一号 就是飞藤追 为什么呢 由于近期 阿肥就发觉 马匹最重要是 跌分的一较大 你看到创奇迹 是由十二倍 十倍 五点三倍 而这只 王铺永胜 都是由十三倍 十七倍 十倍 跌得不是特别多 反而飞藤追 你看到 由今个马区 由六十多倍 然后二十五倍 十四倍 三十二倍 四十二倍 二十倍 三十一倍 跌到最新那次 86倍试过了 最新那次7.0 突然间 在王晋刹奇 一一一榜 一榜 谷草千言 什么榜 是7.0 输这么多 同意当时 比较7.0 的六菲 肯定有点问题 所以今次 直照 降班度 是5班 肯定是零了 所以十檔 陈嘉熙 130磅 这只降班 马匹人追 是阿肥的三选马匹 必有妖怪 又是 突然间三十多倍 跌到上次7.0 都不去 今次吃飞太多了 所以今天推荐给大家 创奇迹加 不好意思 都不要着 因为突然间跌飞 不算特别多 是这几次 特别夸张 所以今天推荐给大家 第二场 五班千言的赛事 首选 12号 二选 二选 天天智库 都会用天盆佩潘盾 三选 三选 就是一号菲林追 一二场 大家到时 到明天 这些赛事 最低的买法 希望大家 贴中了 马房 去马找数码 多谢各位师兄收睇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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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